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望部 今次讲一下普京大底 反制西方 其实今次的反制 有没有效用呢?都是有一些的 俄罗斯最强的两样东西 最有把握的就是粮食和能源 今次就是能源 俄罗斯就说为了回应西方国家 对于他们石油限价 所以减产就是50万桶每日 相当于俄罗斯石油产量的5% 也就是全球供应量的0.5% 他们就说 因为西方集团 打算破坏我们的能源政策 俄罗斯最高的能源官 也都说 俄罗斯 下个月 3月1号起就减了 就为了应对你们所谓的限价令 这个 亦都是 继续去年 大幅这样 叫做 帮欧盟断气之后 再次是用能源作为一个反制的工具 我们看回这个JP摩根 摩根大通 他们的经济学家就说 俄罗斯这个举动 其实在某些方面 就会被西方视为 石油军事化 就是将它变成武器 但他也说 俄罗斯减产实际的原因可能是 随着俄罗斯将石油从欧洲转向亚洲 这个重心出口的改变 俄罗斯就担心 如果市面上太多石油 会供过于求 价格会继续跌 因为 它的石油本来已经是便宜了 因为 没有人敢买 在西方 上星期 俄罗斯又开始对乌克兰 发动空中攻勢 其中 一支火箭是进入了摩尔多瓦 而外界也认为 这段攻势 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更加令到摩尔多瓦总理 我们也有节目说过 就是加夫尼塔 那就没办法 是要辞职 因为顶不住压力 之前 扎尼斯基和摩尔多瓦 的领导人都承认 俄罗斯的安全部门 打算 是要搞这个前苏联的家民共和国 这些台湾很搞笑 前苏联国 可不可以多写几个字 前苏联是由很多家民共和国组成的 前苏联国 俄罗斯 更加在总体上 打算是 减产 因为 石油给天然气供应 而收到的收入 是更加多的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随着西方 加大制裁力 俄罗斯 其实 他的石油 那么多在市面 都没什么用 所以他不如减产 俄罗斯 分管能源的副总理 洛瓦克 他宣布减产之后 国际基准 布兰特原有的价格 即刻上升 不是认升下跌 是上涨 每桶是达到86.43美金 之前 这个价格 是 在当日基本是持平的 后来就升了 肯定的 对于世界的大宗商品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你说之后会不会继续这样升呢 亦都有机会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通胀会再大事 其实 好像纽约 商品交易所 3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 也涨了1.66美金 每桶79.72美金 涨幅2.13% 4月交货的 伦敦布兰特 原油期货价格 也是涨了 涨了2.2% 这个肯定会 会不会再有声势 不知道 因为 这个欧佩克家 他们会有玩意 或者他们不是玩意 或者真的要减产 削减石油产量的原因 当然 俄罗斯说 你们西方欺负我们 所以只可以减产 2月5日 欧盟 将 海上进口 俄罗斯原油的禁令 扩大到柴油 和 汽油等等的精烈 燃料产品 而七国集团 G7 同时对这些燃料 设置了价格上限 任何买家 要使用西方的油轮 混油就有 还有 保险的话 必须要遵守 价格上限 俄罗斯就说 对于销售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价格上限 干扰了市场 这样其实是延续了西方 对于我们能源政策的破坏 莫斯科削减石油产量的计划 是有助于恢复市场的秩序 但是你一说削减了 立刻升了价格 是不是市场秩序呢 我想起王毓民一句话 这个是你的大局 不是我的大局 普京说这个是你的秩序不是我们的秩序 西方都可以说这个是你的秩序不是我们的秩序 大家都说自己秩序 陈必思政策又要出去入油 我也要 我昨晚入了 昨晚入了 因为我看到 我们 我以前主要的距离 跟现在这个区差两三公里 近 但立口价差很远 因为是个工业区 我看到他们也升 我观察过 因为我们那条街 在短短的 两三公里范围内 那条路 有七八间入油站 我看到一间如果加的话 其他肯定会加 有些未加的时候 他可能之前的 库存多些 未加的时候 未涨价 我们就立刻 入满了一桶 我们看到 进一步这些削减石油产 可能 就会 令到 一个国家 印度 会更加买多一点 全世界的油都这么贵 我们多买一点 中国也买很多俄罗斯石油 全世界的油都这么贵 只有你这么便宜 你就爽了 那当然 其实 一位欧盟负责制定价格上限的官员就说 重要的是 不可以 只是表面上 制裁俄罗斯的人 任何 制裁都有 实质的 上海 但是 俄罗斯实质是有的 但是 不持预期 这个西方都承认了 七国集团的价格上限 的部分目标就是为了 令到俄罗斯石油依然留在市场上 避免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俄罗斯 他们 现在就不是了 因为减产了 令到其他国家 是麻烦 如果他减得太多 但是 亦都希望打击俄罗斯的财政 今年一月 其实 俄罗斯政府来自石油 天然气的收入同比下降了46% 导致赤字 升得很快 之后 克里姆林工也提高了国防预算 所以 一月的预算赤字是达到250亿美金 美国白宫法人 阿比 他就说普京再次愿意 将这个能源武器化 如果这个举动被证明是有用的话 他肯定会 继续这样做 所以我们 是要顶住 怎样顶住呢 之后 亦都有一位 知名的能源交易员 就叫做 安杜兰 他就说普京已经输了 输了能源战 在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没多久 之后 那时候是够瘫 设计 每桶价格 原油 是139美金 最近几个月就回复80多美金 虽然 克里姆林工 减少对 欧盟的天然气出口 令到 能源危机和创纪录的能源价格 但是 天然气价格都下跌 俄罗斯 那当然是继续用能源作为自己的手段 这个反制手段 现在我们看看 暂时有点点作用 因为刚刚你说减产 但之后 不知道会怎样 因为 大家不要忽视一个地方 就是委内瑞拉 当然委内瑞拉 他是不是短期内 可以大幅增产 就不是 但是 你说多一点 他也有点办法 因为 始终 有些 新的 资金 和投资人 是继续在委内瑞拉做 以前是 继续了 俄罗斯就说 我们不会 跟这些 实行 石油限界的国家打交道 但是 俄罗斯现在 在亚洲 找新的买家 他们主要出口的 乌拉尔原油 的价格 已经是大幅跌到 大概 最高是60美金 每桶的上限 我们看看 俄罗斯原油价格在国际市场 其实已经是很大的 折扣 但是你看 虽然他打折 但是 你 亦要想想 你的风险很大 因为 可能会被西方制裁 所以现在 印度禁锡 当然中国也有买 但是印度 是最积极的 在那些所谓的盟友当中 对不对 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 想着透过减产 收紧市场 推高价格 因为你的量小了 但是你单价推上去 其实 最后也有机会把这个收入 拉高一点 我们看到 国际产油组织16年以来 一直跟俄罗斯 合作管理石油生产 这组织 有人就问 你们有什么回应 是没有回应的 他们一位代表 就跟媒体说 我们组织不太可能 调整产量为了 是抵消俄罗斯减产 即是不会增产 去年10月 以沙特亚拉伯为主体的 欧佩克 国际产油国组织 同意 减少全球石油供应量 激怒了华盛顿 但你没想过之前你也激怒了他 叫人家战民国 拜登果然 够大胆 说话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在宣布减产之前 俄罗斯已经跟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几个主员成员 讨论了减产 欧佩克 最强大的承认国 沙地亚拉伯 得到了通知 台湾地区沙烏地亚拉伯 当然沙地亚拉伯是没有回应的 市场之前就预计 由于 是很难 快速找到新的俄罗斯石油买家 所以 俄罗斯的减产 亦都是正常的 他亦都说 这种可能不是自愿减产 可能是俄罗斯 知道这样 减产了市场的价格会涨上去 现在的确是涨上去的 令到 他们 有少少的 意价的能力 我们看看俄罗斯 战争依然继续 不过最搞笑的是 这个车臣的 领导人 卡德罗夫 其实他说话比普京大帝还击 有些人说他普京小弟 卡德罗夫 他就说 他这样说 年底之前 战争结束 又是这句 但他上次也说过一遍 他就说到时西方国家 他就会跪下地求我们 这件事我都不敢说是可以实现 因为 现在看势 茅廁 都很难换 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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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卡德罗夫 当然 因为 人家就说他是 普京拆鞋 他当然说得大一点 他接受访问时就说到今年年底 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结束 欧洲国家就知道自己会错 到时西方跪下求我们 就像平时 西方国家 最后只能跟我们俄罗斯合作 究竟是真是假 我们真的拭目以待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